同学们你们好 今天我们讲解第九章职工薪酬 这章内容是基础知识章节 难度不大 稍微的琐碎一些 来我们先看本章的内容题 本章解析了职工的范围界定 以及职工薪酬的内容构成 包括各项职工薪酬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难点不大 有这么几个关键考点 第一个是职工薪酬的范围要背过 尤其是那四大项 短期薪酬 离职后福利 辞退福利和其他长期职工福利 另外对短期薪酬里面包含的那八九项 最好也能背过 第二个短期薪酬的会计处理 这个一般从考试来讲 主要是问这个港的工人 发给他的这个短期薪酬 到底系什么样的会计科目 一般这个角度问的多一些 另外呢短期薪酬里面 可能比较麻烦的是那个叫什么 带薪缺勤 还有什么短期利润分享计划 这些在计算上稍微有点难度 但整体一般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短期薪酬里面 可能问到更多的是什么呢 发产品给职工怎么办 买东西给职工怎么办 包括让职工免费用房 免费用车应该怎么办 这些呢都要知道他的合作原则 这算是福利嘛 属于非货币福利的东西 第三个是离职后福利 离职后福利包括了两 一个叫设定提存计划 一个叫设定受益计划 设定提存计划没什么东西 因为他说的是养老险跟失业险 跟刚才那个短期薪酬里面的什么 这个工伤险呢 什么医保啊是差不多的 在这呢主要是设定受益计划难度大一些 不过好在咱们教材里面对设定计划 假化了就没什么东西 只是提了一些框架 到时候我们知道他的基本原理就可以 辞退福利所管理位 不管你背词之前什么部门 行了就这些 下面我们看本章的具体讲解 先看头一个知识点 职工以及职工薪酬的范围及分类 先看职工是啥意思 这个好像没什么可说的 看这儿 职工是指与企业定立劳动合同的所有人员 包括全职工兼职工临时工 也包括虽然没定合同 但是企业正式任命也算 哪些算企业正式任命没定合同 来来来咱们开始一个一个说 先说定合同的 定合同的全职工兼职工临时工 这个很好理解 第二个就我刚才说的 没定合同 但是正式任命的 包括什么呢 董事局的成员和监事会的成员 比方说独立董事 咱们国家呢 为了效仿国外的这种公司势力的机制 从国外引入了一个岗位叫独立董事 每家上市公司 虽起码有三个独立董事 其中有一个必须是注册会计师 本人有幸被某家上市公司聘为独立董事 整整干了六年 根据我的六年的独董的体验 我觉得中国的独董基本上就是个摆设 什么的摆设呢 这个摆设起个名字叫招财猫 为什么叫招财猫呢 我去这家公司啊 一年就开俩会 去了之后就举手 就是一个会得举上十四手差不多 每次表决嘛 我当时那个哥们呢 在他那当经理 他就告诉我 董事长举手你就举 董事长不举手 你千万别举 结果那次我就真没举 我们那哥们踹我一脚 今天选董事长 举得非常高 给董事长 挥手挥手 看见没有 举了 我可举了 中午记者管犯 所以说呢 我觉得独董在整个的中国的公司之类机制里面 我认为我干了六年 他就是个摆设 就是个招财猫 招财猫 在我的六年的这个招财猫的挥舞下 这公司黄了 这跟我没关系啊 我挥的可认真了 你看呢 每次都挥 肩猫眼都治好了 这家公司后来被人家兼并了 但是整个六年下来 我的亲身体验 读董 虽然说挣的也不少 税墙好像是十万吧 税后应该是八万 我这个挣的还行 但是 真的 他就是个摆设 这个更像是一个形式 但这个成员注意啊 就是典型的 所谓的 写的职工那个组成 就是没定合同 正是任命 像读董 读董 读董 不过现在读董 一般没人敢干了 因为前年还是去年呢 有那么几个读董 被人家罚了1.2亿 那你这一年挣十万块钱 你得活一千年 才能把它挣出来 所以说呢 一大批的读董正在辞职 因为这个招餐包 也不是好干的 弄不好的 胳膊就舌了 胳膊就舌了 这是第二个 第三 在企业的计划和控制下 虽然未与企业定立劳动合同 也没有正式任命 但是由企业所提供的服务 与职工所提供的服务 类似的人员 也算做职工范畴 比方说通过劳务中介 签的合同 用的那些保洁啊 保安啊 这些人员 这个也算一些职工 这个职工的话呢 属于特殊情况 因为他没有这个 在企的这个 前合同也没有他 然后正式任命也没有他 就是个劳务公司前的这个 用的那些保洁 阿姨啊 包括保安大叔们 这些都算起职工 职工薪酬的概念和分类 职工薪酬是指企业 为获取职工提供的服务 或终止劳动合同关系 而给予的各种形式的报酬 这个好理解 就给职工的报酬嘛 包括给职工的配偶 子女 受赡养人 已故员工遗属 和其他受益人的福利 也算作职工薪酬 这个呢 我们干脆背一下吧 有这么几块 第一个叫短期薪酬 啥叫短期薪酬啊 短期薪酬就是 你干完活之后 他在一年之内给你接的 就是期限短的这种薪酬 我们在日常的工作中 职工薪酬的大头 就是这个短期薪酬 最多的就是他了 离职后福利包括谁 设定提存计划 设定受益计划 什么叫离职后福利 你听他这个词 就是职工已经离港了 你给他发的那个钱 设定提存计划 说的是这个险 叫养老险 跟什么险 失业险 养老险和失业险 养老险 失业险 你像我们这个离职之后 从单位退休了 去社博莫领养老金 退休金 对 这个是从哪来的呢 就是从这来的 他在你在港期间 每年交多少钱 当然有的是 个人负担一部分 单位负担一部分 他这肯定核算的是 单位负担这一部分 叫设定提存计划 失业险的话呢 也是这个意思 在这呢 这都是设定提存计划 什么叫设定受益计划 这个简单 比方说 我这企业 跟这几个高管商量 说你们好好干啊 我们今天签个协议 在你们退休之后 到你驾鹤西游 我每年呢 我给你一根黄金 我一直给的你驾鹤西游 那在这种情况下 这是典型的设定受益计划 设定受益计划 它的最大特点是 企业给职工养老送终 听着都不像真的 但是这个叫设定受益计划 什么叫设定提存计划呢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是社保的一个最低保障 在这的话呢 是社保的一个最低保障 辞退福利是什么东西 辞退福利就是辞退补偿金 就是把员工辞退给的补偿 这个包括强制辞退 也包括主动辞退 给的补偿金 它叫N加1知道不 什么叫N加1呢 你比方说你在这个单位干了十年 它会给你补发十年对应的十个月的工资 再加上一个月的工资 总共发你十一个月的工资 还有正好事 你就这么想 其实一般的很多的企业都不是这么玩的 比方说呢 你是高管 我想把你辞了 怎么辞呢 我根本都不是说让你说 我违反什么合约 我来主动辞职 我让你逼着你自动辞职 你不是高管吗 去门口给我打算卫生去 公司还给你发高管的工资 是我们公司里面挣公司最多的保洁 那在这儿干一个月 甭说干一个月 干七天 你就受不了了 你会说了 主动辞职 主动辞职是没有N加1的 所以说呢 你看这些老板 怎么可以这样子 好多企业都这么干 其他长期职工福利 其他长期职工福利是长期的一些残疾福利 比方说有一些化工企业员工受了工伤了 受了工伤的话呢 那么他会长期养着这个职工 这个叫其他长期职工福利 你先把这四块背过 短期薪酬 离职后福利 辞退福利 其他长期职工福利 先背过这个啊 具体来说 我们先说短期薪酬 短期薪酬 看一下 是指的企业在职工提供相关服务的年度报告期 结束后12个月内来支付的这种所谓的职工薪酬 就我刚才说的 就是你干完活之后 一年得给你结的 解除劳动关系的这种辞退福利 不算我们说的短期薪酬 这个是除外的 第一个 职工的工资 奖金 金贴和补贴 在这儿呢 我给你报个料 本人作为高校的一个副教授 不是教授 注意啊 你将来请我上课 你不能说高副教授 我马上给你结 必须叫我高教授 虽然我是副的 但是我的水平跟郑教授某有什么差别 副教授 我是副教授 我的工资是多少呢 基础工资大概是五千到七千的样子 我也没有具体看过 我们每上一次课高校 大概是七十块钱 可能有的老师会高一点 在这儿呢 基本上 公资加上这个所谓的奖金 就是他这个绩效工资嘛 按照绩效工资算 一年下来大概是十五万左右 高校公资也就是这个标准 够吗 肯定不够嘛 但是我们心怀着教育的理念 我们饿着也要把教育做好 所以说的话呢 这个公资待遇真的一般 高校老师的话呢 说是清闲 但是要拿的工资很低的 这个都叫工资奖金津贴补贴 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公资条 公资条是这样的 它有个特点 有什么特点 项目可多了 还有个什么特点 金额可少了 就是不够花 你知道吗 不够花 第二个是职工福利费 所谓职工福利费 简称送温暖 送温暖 比方说呢 逢年过节 给这些老师发个卡呀 什么的 发点现金呢 这种一般来讲 就是个意思意思 你像我们高校 曾经在9月10号教师节 8月15中秋节 10月1号国庆节 这三节不是在一块吗 叫三节 发给我们一张卡 哇特兴奋 我觉得这卡里面 怎么着得有500块钱吗 打着车就去超市 疯狂购物 推着一车 到那个收银台那 特别潇洒的 把那卡顿出来 给了这个收银小姐 然后那小姑娘 滑了一下 非常鄙视的看了一眼 50 就发50 我们那个高校的话呢 撒捷发50 除都除不进 人家问你说 那个降涉钱发多少钱呢 哎呦 这我得拿计算器 给你算算 拿50除以3来算 算不出来 结果的话呢 我在众目睽睽之下 就推着那车东西啊 扫没打眼的 就推回去 把东西给你放回去啊 去凑这50块钱 后来买了两大包卫生纸 这是我们学校的那个送温暖 哇 这个不是一般的送温暖 他让我这么来回捡东西 然后再送回去 再加上扫没打眼的话呢 满脸发烧 的确特别热 好温暖啊 好温暖啊 送温暖 注意啊 这个职工福利费 就是送钱 这个钱的话呢 就是意思意思 我们这个意思 太不好意思了 比方说 为职工的卫生保健 生活 发放支付的各项现金补贴 和非货币性福利 非货币福利 非货币性福利 我们待会要专提出 那是发东西 这一般是说的发钱 包括什么职工 什么赴外地的就医路费 包括什么职工疗养费 疗养 还有什么防暑降温费 这些都是职工福利费 包括没有分离的 内设集体福利部门 所发生的一些设备 设施的人员费 这个你像很多的一些工厂 它有什么厂办幼儿园 厂办托儿所 这就是典型的企业内部的 这种所谓的内设的 这个福利部门 那么所有的开支 都应该算作职工福利费 来再看第三个 发放给在职职工的 生活困难补助 以及按照规定 发放的其他职工福利支出 包括相葬补助费 抚恤费 职工异地 安家费和独生子女费 这些呢 都算作职工福利费 它属于送温暖系列 本身的话呢 就是个意思意思 不能太当真的啊 第三个是医疗保险费 和工商保险费 这个呢 是每个月 从你的公司里面 去缴这个保险费 缴完之后的话呢 将来以后 你去就医的话呢 有一大块是社保 这块给你负担嘛 第四 住房公积金 住房公积金 在我们现在的这个 操作原则是 单位出一部分 职工出一部分 一般的好单位的话呢 住房公积金非常高 赖单位的话呢 像我们这种高校 住房公积金 非常的少 可怜的很 这个钱干嘛用呢 就是将来你买房子啊 去申请那种 住房的抵押贷款 公积金贷款的话呢 利率是非常低的 哎 等会儿 公积金算谁的 算职工的嘛 缴到你的个人账号 那个钱就是你的 工会经费是干嘛的 工会经费就是 企业经常搞一些什么 职工歌踪比赛 什么职工运动会 你像我们那个高校 每年春秋两季运动会 本人曾经参加过一次 短跑 五十米 第三名 这就四个人比 中间摔倒一个 中间摔倒一个 我当时其实在旁边看热闹 因为我们那个戏 那个老师没来 临时被我们书记耗过来 让我穿着西装革履 去跑的五十米 本来我就想非常优雅的跑完 结果中间有一哥们忒着急了 他咔一下 一出去就枪到地上了 我一看机会来了 你再爬起来没我快 我昂首挺胸 撒压咧嘴就拿了第三名 后来这个奖品是 第一名大锅 第二名中锅 到我那是个小锅 那小锅的话呢 还特意嘱咐 这个锅不能熬粥 我说为什么 一熬就化了 太薄 我说能干啥 打豆浆用 他是切记 打了豆浆 也不能加热 一热他也化了 这个这个钱从哪出 记着工会经费出 工会经费出 再来 短期贷薪缺勤是啥 短期贷薪缺勤 就是你不上班 还给你发钱 还有这好事 有 就是年休假嘛 你看一下 给企业支付给职工的工资 和提供补偿的职工缺勤 包括年休假 年休假分两种 一种叫累积贷薪缺勤 累积贷薪缺勤 还有一种叫非累积贷薪缺勤 什么叫累积 什么叫非累积的 你比方说呢 他让你一年歇十天 说没歇完怎么办 没歇完的话呢 下一年接着歇 就是累到下一年 这叫累积 但是一般起 我们看到的都是非累积 非累积就说呢 让你一年歇十天 对吧 你歇了八天 那两天就废了 第二年不会接着用的 注意这个 一般的都是非累积的多 让你歇就不错了 还累积 想什么呢 病假 商产 婚假 产假 丧假 探薪假 这个都是非累积 我给你标一下 这几个全是非累积 这几个不能弄成累积 弄成累积的话 要出人命的 你比方说结婚 让你歇七天 就歇了四天 工会主席非常安慰你 别着急啊 下次结婚 我一定给你补上 那还不得打起来 在这 这也都是非累积 只有年休假 分累积 非累积的一个拆分 这点搞清楚 这些都算是带心缺情 就是你缺港 还给你发钱 再看第七 叫短期利润分享计划 所谓短期利润分享计划 通锁的说法 就是企业挣了钱 分给你一份利润 因职工提供服务 和职工所达成的 基于利润或经营成果 而提供薪酬的协议 简单来说呢 就是挣了钱分你一份 这种好事一般没有 第八 非货币性福利 这个叫发东西 发东西 发东西的话呢 很多单位都发逢年过节 发个月饼啊 发个什么水果啊 我所在的这个高校呢 曾经发过 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 比方说 曾经发过 拔鱼罐头 就这个 这个 每个人发了12瓶 极其难吃 配着这个拔鱼罐头 发了一箱啤酒 这个啤酒的话呢 总共是60瓶 一看呢 距离到期日 还有一个月 喝吧 那一天 对得喝两瓶 我们喝着 快要过期的啤酒 吃着非常难吃的 拔鱼罐头 享受着美好的 高校生活 吃到第六天 就吃不动了 那太难闻 那满楼道扔的都是 然后呢 你也不好意思再吃了 因为你跟人家聊天 你一打嗝 你是会计学院的 因为只有我们会计学院 能打出那种 特别恶心的 过期啤酒 加拔鱼罐头的嗝 这个 这个就是 非货币福利 非货币福利 我们学校发过很多稀奇 古怪的东西 还有什么 发炒票 毛巾 洗洁精 劫测铃都有 不过现在连这都没了 连这都没了 发东西 发东西 这块一般的话呢 我们说企业一般发什么呢 发产品 买东西给职工发 还有让职工免费住房子 用车 还有向职工提供补贴的商品或服务 比方说呢 我看到有一个山东的一个汽车厂 他给每个员工发一辆汽车 发汽车的话呢 他本身的话呢 也不是说白让你用这个汽车 是给你一个很低的价格 这个也算提供补贴嘛 都算是非货币福利 第九 其他短期薪酬 这个说的很笼统 一般的话就八条背过就行 下面再来看第二个 离职后福利 是企业为了获取职工提供的服务 在职工退休 或跟企业解除劳动关系后 提供的各种形式的报酬和福利 短期薪酬和辞退福利除外 这个呢 主要聊的就是 咱们那个将来退休之后 拿的那个退休金 包括失业之后拿的那个失业金 这个呢 都是在职工在港期间 他提的那笔钱交给社保部门 这个呢 在他离港之后 有社保部门发给他的什么退休金呢 还有失业救济金呢 就这个 以他为主吧 以他为主 具体包括有设定提存计划 就我刚才说的 养老险 这个 这个 跟谁 失业险 像独立的基金缴存固定费用之后 企业不再承担进一步支付义务的离职后福利计划 即养老险跟失业险 这叫设定提存 设定受益是什么意思 这也有刚才说的 给这个高管签协议 好好干啊 干到退休 到你驾鹤西游 从你退休开始 我一年给你一根黄金 一直给到你驾鹤西游 这就是典型的一个企业 给职工养老送中的套路 这个呢 是比较特殊的一种离职后福利 一般的话呢 敢说出如此之豪言壮语的 都是一些比较牛叉的企业 一般企业做不大的 一般企业有这个就不错了 设定提存就不错了 下面看第三个 叫辞退福利 是企业在职工 劳动合同到期之前 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 或者是为鼓励职工 自愿接受裁减而给予的补偿 简称辞退补偿金 这个呢 比较简单 第四 其他长期职工福利 是除了短期薪酬 离职后福利 辞退福利以外的 所有的职工薪酬里面 长期的带薪缺勤 长期的残疾福利 长期的利润分享计划 这叫其他长期职工福利 把这几大项最好背过 尤其是短期薪酬的详细内容 那八九项最好能知道 我这下期的带薪酬是一段时间的 我这次的带薪酬是一段时间的 带薪酬是一段时间的 带薪酬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